大家好,欢迎来到光的频道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8月5号,我们最爱的小狮子26岁啦 首先祝王一博生日快乐 心想事成,健康平安,一生幸福 小奥卡零点给一博送上生日祝福 并附上一篇洋洋洒洒的小作文 通篇读下来,这语气和用词 字里行间倾泻而出的深情 一看就是出自肖战的手笔 战战就像一个诗人 把心中的爱化作赞美的文字跃然于纸上 战战是懂得怎么夸一搏的 真诚有内容,是夸赞也是鼓励 很多时候,觉得他俩之间远不止爱情 而是比爱情更为升华的知己之情 俩人的灵魂早已融为一体,向游心生 这也是他俩越来越像的原因 恍惚间有的劳粉也会把他俩错认成对方 更有很多路人表示 根本分不清楚他俩谁是谁 感觉王一博肖战就是一个人 博君一笑就是一个人名 也不明白那么多人成天在嗑啥 人生得意知己足矣 这是古往今来多少人的感叹 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懂得珍惜对方 闺闺们能做的就是支持与陪伴 录演时一位小姐姐说 希望一博能自在如风 无畏去爱 然后自在如风 然后无畏去爱 仔细看 弟弟听到这句话时他笑了 然后高光时刻来了 仔细看弟弟的手 他用笔枪来做了回应 笔枪是他俩之间表达爱的手势 老闺们都懂 有人说弟弟这时候的表情不正常 太凶了 放空了 其实他是在认认真真的笔枪 满脑子都是他哥 所以表情仿佛僵住了 一玩枪就瞬间恢复了 真是个温暖的小街灵鬼 果子们的努力是有用的 很明显小傲回来了 这个场景让人秒回难见 少年听学中 佼佼君子 则是明珠寒光君郎望迹 风神俊朗 天资聪慧云梦将是未无限 从陈情令里走入现实的王一博和肖展 在这云云中生中 我唯独看到你眼中闪烁的星光 无论几度轮回 我们终能找到彼此 这画面是否似曾相识 很多粉丝都发现了 王一博工作室突然有一天就变了风格 那个温暖的小傲终于回来了 这熟悉的画风 熟悉的满满的爱的味道 让人多么的开心和激动 再来看这文案 是谁喜欢惯用的半个括号 是的 你没猜错 就是家里的大设计师肖战了 还有今天为一博庆祝生日的小作文 万无皆酷 陪你长大的小豹子也回来了 乐华家族演唱会上的黄海和粉丝大合唱无稽 让乐华看见了果子们的群体有多大 也看见了果子们的爱是多么温柔 微粉抵制的时候是果子们买票 三小时的演唱会就看一博三分钟 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 该怎么做他当然最清楚了 王一博做得多说得少 是个踏踏实实认真做事的人 也是性格特别倔强的人 纯真酸奶的青岛见面会如今还历历在目 微粉联合品牌方各种欺负归归 一博全都看在眼里 当天离场时没挥手没回头 现在后续来了 纯真酸奶合约到期不续 总算给闺闺们出了口气 当天所受的委屈都不算什么了 相互保护从来不是说说而已 从热烈开始点印宣发 战战那边就没有动静了 更新停止在7月20号 十几天悄无声息 只有8月3号博君一校大方 超话粉丝突破400万时 小事发粉丝福利 他俩的错峰营业也是一种爱的方式 这么多年一直如此 绝非巧合 细心的果子早都发现了 截止2023年8月1号 摩托统计的王一博商务代言中 已经没有了敦敦的痕迹 摩托居然单方面把敦敦删除了 小编有时真的很怀疑 摩托到底是不是魔争了 到底是喜欢真实的一博 还是喜欢自己心中幻想的一博 正在直播的敦敦小老板 听说商务被尾粉删除 立刻做出回应 你们去转发这个直播间 去把你们的什么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 什么什么什么虾什么果子 什么我跟你讲 我好气 真的好气 我们明明就续签了 但是又不让我们讲 续了续了续了告诉你们续签了 续签了 你们去发视频 去发视频 去微博上面告诉那些我们被除名的人 我们到底有没有被除名我就告诉你们我们续签了好吧 气死我了真的是 我告诉你们我们背后幕后还有一个老板 你们都不知道我们的老板是谁 我是老板我们背后还有一个老板 续签了续签了多久 续签细节应该现在还不能说 我告诉你肯定不止一年 好吧 肯定不止一年 敦敦这一波操作 感觉就像得了宠爱有了靠山一样底气十足 敦敦在没签一博的时候是战战在用的 那时候还有很多人去买战战同款敦敦筒 然后同款敦敦出现在一博的街舞节目中 再后来王一博成为了敦敦的代言人 而且敦敦还表示会永远陪伴着一博 敦敦替粉丝去打卡伯孝强 战战去米兰的时候 敦敦也去了米兰 总之 这三者之间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否则敦敦也不可能舞得那么肆无忌惮 如今 首舞足蹈的敦敦续签了 一本正经 欺负龟龟的纯真不虚了 这一点真的很好品 龟龟们细品 一博生日之计 当然还是要安立一下热烈 恭喜票房破六亿 真挚 淳朴的小人物 他们的悲欢 成长 梦想 坚持 是最能打动人的 有人间烟火气 有细腻温暖的感情 是一记疗愈人心的疗养 去看热烈吧 让我们的人生因为梦想而热烈 因为热烈而欣喜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最后还是要祝一博生日快乐 心中的愿望早日实现 光带你看博笑 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